在新疆,囊在各族民众饮食结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享有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囊的美誉 囊的种类更是多种多样 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市,这里的库车大囊因大而薄,脆而香的特点 被称为新疆的囊中之王 热西提伊米提是库车市打囊界最有名气的师傅 也是库车大囊的第五代传承人 他从18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打囊 40多年来,掌握了50多种囊的制作技法 从最初的20元工钱到1984年的80元工钱 与妻子结婚后热西提伊米提有了自己开店的想法 随后就跟亲朋好友借钱,建囊坑,买面粉,捡柴火,烤制大囊 就这样,热西提伊米提家的囊慢慢走向当地的市场 至今为止,热西提伊米提的囊在当地仍属于低价售卖 有很多顾客大劳远跑来他家购买 热西提伊米提始终认为打出一张好囊 源于40多年的坚持与经验积累 打一天好囊并不难,难的是每天都能如此 每天都可以搬上来,要人体上就完了 每天都可以搬上来 买火 每天都可以搬上来,下方的速度 快速度,下方的速度 每天都可以搬上来 把速度 在上方的是很高一点 加速时代表我国家购买 我从没有停的则 今天这些差备 有了打囊的技术和稳定的客源 热西提伊米提的生意越来越好 他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如今热西提伊米提的两个儿子 都成了家族里的打囊师傅 女儿也在帮他拓展江外的市场 在他看来 目前的美好生活是源于自己勤劳的双手 热西提伊米提用四十多年的努力 用口感优质的大囊 在业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来学习打囊技术 目前他已经培育出了八十多名徒弟 我现在已经做了三十多的努力 2010年,库车大南被列为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年6月,热西提伊米提入选自治区籍非物质文化遗产迷路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多年来,热西提伊米提除了坚持培养更多年轻的打囊师 他还赴中国各省市参加技能大赛,推广库车大囊 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库车大囊,更加了解库车的囊文化,更加了解新疆